女孩控制一年从手里变出了一个火球 转瞬间火球爆炸变成了一束烟花 她的闺蜜也开始表情 只见她嘴里不停地念着变成小猫 可女孩看到的却是这样 一只猫和袋鼠的组合体 他们还不会控制魔法 所以他们要跟着老师去魔法学院学习 这些孩子都会魔法 但大家会的内容不一样 比如这个小孩 他会跟动物说话 而小美和小丽则会放火和变动物 老师走着走着就消失不见 身后的孩子们感到又惊奇又害怕 但还是鼓足勇气 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 里面宛如世外桃源 只是这里有不同能力的学生 有些人控制火放烟花 有些人在空中飞行 还有人能够隔空取物 新来的孩子们很高兴能来这里 但他们要在这里读书 就要提前分班 考试可少不了 老师们将同种能力的学生放在一组 首先是燃烧者 他们需要隔空点燃蜡烛 小美就在这一组 只见他帅气地伸出小指 咔一下就点燃了蜡烛 老师们被他的优秀表现惊荡 很满意地给了小美一张分班纸牌 但也有失败的 小胖卯足了劲 轻轻地伸出手指 结果指尖冒出了大量白烟 他不甘心失败 甚至伸出双手 试图使出更大的劲 没想到白烟越来越热 把老师们给熏得够强 紧接着是闪现者的舞台 他们要把花瓶 从六英尺的地方拿来 轮到小妞的时候 他拽拽地站在台上 藐视一切 可等他炫技的时候 花瓶飞了 还差点砸到老师 然后是飞行者 他们飞起来之后 需要停留半分钟 可小飞扔下身上的负担之后 瞬间就飞到了屋顶 需要工作人员拿梯子 才能下来 最后就到变化者了 他们要变化成小猫 并且维持六米 轮到小丽的时候 他努力控制自己变成了猫 可考官刚读到两秒 他的身上就长出了翅膀 接着体型变大 完全就认不出来是什么动物 变回人后 小丽试图挽回形象 但是没用 考官给了他一张 去UDM的卡片 其他人则去了各自的班级 UDM教室入口是地下室 小丽走进教室之后 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就是他以后 要学习魔法的地方了 老师解开了他的疑惑 这间教室里的孩子 魔法有缺陷 属于颠倒魔法 在这里 他们不再学习魔法 而是学习普通人该学的 小丽不服气 他质问老师 为什么不能学魔法 校长突然出现 解答了他的疑惑 颠倒的魔法是错误的 他们永远学不到 怎样做才正确 只要在这里 学习普通知识 等过了一定时间 魔法自然消失 小丽直接跟老师枪声 为什么这些孩子 有很好的天赋 你却要埋没他们 谁料 老师拿出一本书说 这是为了他们好 很久之前 也有一个会颠倒魔法的人 但他学会了暗影魔法 魔法的阴暗面 大家合力控制了他 但那种魔法没有消失 可UDM里的学生 是他唯一的目标 只要目标没有魔法 那暗影魔法 就不会再出现 校长以为说服了他们 可谁知 小丽在笔记本上写下了 尽我所能 让我的魔法 走上正途 女孩双手撑拙 手腕上长出了毛发 脸上也冒出了喵的胡须 随后他瞳孔放大 嘴巴慢慢地凸起 一只猫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考官开始读秒 刚数到四 猫咪就长出了翅膀 他控制不住地到处飞 没一会儿就变成了死了下 女孩的闺蜜小美 试图制止他 可他一时没拿捏好 放出的火球太大 差点烧死了 他们在一个魔法学院 可小丽等人却因为控制不好魔法 就被老师们限制 不能继续学习魔法 小丽一直都没有放弃 他趁着扫地的时间 偷偷地来听老师讲课 为了更进一步观察 还大胆地拿走了老师手头上的猫 结果猫咪突然叫了一声 吓得他变成了动物 让周围的学生避之不及 可小丽依然很开心 他从老师这里学到了方法 迫不及待地分享给朋友们听 他说之后会去参加考核比赛 这是大胆的想法 大家都很期待他的表现 闺蜜小美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老师对他的期望很高 第一节课就让他上去抱抱米花 本来很成功 但是男同学不屑的表情刺伤了他 抱米花糊了 老师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 为了拿出好成绩 小美经常私下里练习 终于在又一次的课堂展示上 交出了还不错的成绩 可这成绩跟那位男同学比还是差了一点 没有达到老师的预期 再一次受到打击 小美只能独自消化 面对小丽的询问 她只能撒谎自己过得很好 小丽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 两个内心难过的人在互相掩饰着 晚上小美偷偷内卷的时候 一本书掉了下来 书面纯黑 小美好奇地打开 灯也随之熄灭 关上书后 灯再次亮起 她害怕就放下了书赶紧跑 可第二天 这本书出现在了她的床上 灯光熄灭 书自动翻开 小美拿起她多看了两眼 就被书中冒出来的黑色字符环绕 随后钻进了她的身体里 顿时 她感到她的身体里 出现了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 在烤盒里得到了验证 同样的玉米数量 她做出的爆米花更大更饱满 老师品尝之后 也称赞味道一绝 小美非常的开心 紧接着 小丽突然出现 她不能放过这么好的考核机会 只要达到要求 她就可以继续学习魔法 可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拼尽全力之后 她还是失败了 可她发现了小美的不同 老师因为她的做法被革职 但这件事情改变了老师 对颠倒魔法的看法 她决定用心来教大家 学生们对她很是质疑 每天都教普通学科的她怎么教魔法呢 于是老师在他们面前露了一手 她也是拥有颠倒魔法的人 能够召唤动物 哪怕当初被剥夺学习魔法的权利 她还是偷偷地学习 有一个相同特点的老师 他们很期待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男孩丢下背包 就像一个火箭一样冲上了天空 要不是身上有绳子绑着 她可能要飞到外太空了 因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飞行高度 但她只飞到了666米就停止了 因为这是她的极限 老师从开始她也没有继续升高 男孩高兴极了 这是她人生第一次飞得那么高 因为控制不好魔法 她从没有扔下过背包 可现在老师要教他们 怎样运用自己的魔法 几个孩子跟她一起单腿打坐 但是他们怎么都稳定不了 一个个东倒西来 还质疑老师的方法 因为他们没有自信 不知道自己的魔法到底有没有用 可老师说存在就有她的道理 只要准确定位你的魔法 能用来做什么就好 很快大家就知道自己的练习目标了 小妞儿被安排扫地 因为她的能力是把东西推开 领悟了就可以用魔法来打扫卫生 很显然现在还不行 小胖被带去捅蜂窝 她可以释放出烟雾 蜂窝掉下来就赶紧用烟来包裹住她 但小胖太紧张 烟从鸽窝窝出来也不够大 很快蜜蜂们就都出来了 还好老师可以召唤动物 她让蜜蜂们主动飞走了 小莉被安排修剪树叶 她觉得很无聊 不知道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处 老师说你需要仔细观察动物的特征 才可以把树叶修剪得更好 小莉悟了 对动物的熟悉程度 让她可以轻易地变成她所想变成的动物 用这些方式这几个人都在练习 终于 小牛可以准确地控制树叶的方向 小飞可以控制飞行的高度 小胖可以双手放出烟雾 将它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而小莉则可以变成自己想变的动物 她们的学习进度都很不错 小美那边就不行 她感觉到了那本书的不寻常 想把它给扔掉 可小莉恰好来找她 害怕小莉被这本书影响 她匆忙地叫人赶走 小莉担心小美出事一直关注着她 但已经晚了 小美的眼睛变成了全黑的 身体也被别人控制 小莉猜到这是暗影魔法在作祟 于是赶紧告诉自己的老师 让他们一起来想办法 到了校庆这一天 小美放出了巨大的火球 她的影子也开始拉长变大 渐渐地一大团黑色的雾将她包裹 台下的学生们都与她战斗 可他们不堪一击 放出的火球一点火花都没有打出 召唤出的鸟儿刚飞出来就掉头逃命 飞行者的脚刚离地面就被压制下去 更别提变化者了 他们一个个变成了猫狗牛羊 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眼看大家就要全军覆没 小莉几人及时出现 小胖用烟雾遮住了怪物的眼睛 趁此机会 小莉变成她所想的龙猫 绕着怪物飞 很快怪物就被她绕晕倒地 她知道里面有小美 于是变回了人样 尝试用语言激励小美反抗 小美听到她说的话 拼尽全力打出了火球 消灭了这个怪物 此后 魔法学院再也没有歧视颠倒魔法 小莉几人也成功加入了各自的校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